习近平国庆演讲大报江湖内幕 内部脱稿版 习近平国庆讲话文字版是秘书写的 观样文章 参加宴会的人们没想到的是 习念完文字稿之后 即兴发表了又一席讲话 经整理 全文如下 习近平在中共建国74周年国宴上的讲话 今天大家欢聚一堂 提前庆祝伟大祖国74周年生日 有人会说 我们祖国文字记载就有几千年的历史 怎么现在只有74岁呢 因为我们共产党开天辟地 新的祖国重建新生 现在是74周年 今天拿我既非常高兴 也有一肚子苦衷 这个机会跟大家聊聊 兔兔就算是分享吧 你们哪该吃吃 该喝喝 就当我在这儿唠嗑 回顾我们党的历史 就是一部残酷斗争的历史 既有内斗 又有外斗 既与国民党斗 又与美国西方斗 甚至还与苏联斗 我们一路凯歌 从胜利走向胜利 所以今天才能在这里欢聚 纪念我们的盛大节日 庆贺祖国人民过上了幸福美好的生活 有人说我们是党国 这符合事实 党和国家不能分割 没有党 我们国家就一盘散沙 就会像清末民初那样 任人宰割 军阀混战 如果没有共产党 今天在这里举办盛大宴会庆贺的 肯定是西方敌对势力 不可能是我们共产党人和共产党人的朋友们 十年前呢 我接手党国这么个大摊子 大家都看见了 胡锦涛总书记周围 有多少比敌对势力还邪恶的腐败分子 这当然是将总书记纵容的结果 也是胡总书记容忍的结果 一个说好听点是革命浪漫主义 其实搞的是权贵资本主义 我们整个党政军都陷进去了 而且是国际性的权贵资本主义 一个说不好听点 是懦弱的领导人 说好听点 是善良过了头 养虎为患 他们都不堪承受伟大的历史使命 他们的历史遗产 是我党我国巨大的负资产 直到今天还没有清除干净 直到二十大 旧的斗争才告一段落 不同路线的人 他们也还是称同志 但不能共计一堂共乡国之大事 也不能共庆国之大典 以前的常委分管制是九龙治水 各自为政 不一条心 没有中央核心威权 总书记核心威权旁落 是造成腐败的重要原因 胡赵两位总书记 不是核心 小平同志是核心 这就明 不配位 八九年就出大问题了 腐败引发人民群众与学生不满 总书记一个主意 不镇压要对话 邓小平 李鹏是另一个主意 要镇压要稳定 最后是邓核心主导了历史 进城 我当总书记之前呢 有人请求我当政之后平反六四 我怎么平反呢 历史遗留问题 我只能让他遗留 锦涛同志任总书记十年 核心是江泽民同志 还是名不配位 又造成了更大面积 更严重的腐败 老人干政 会亡党亡国 胡锦涛同志高峰谅节 裸退 这样江泽民同志在中南海 在中央军委的首长办公室 也就撤销了 邓江胡三代 是党指挥枪 还是枪指挥党 我看是枪指挥了党 没有一个党员提出异议 我们这个伟大的党 出了严重的问题 从我开始 我们党的总书记 终于成为党的核心 拥有了党和人民赋予的威权 才可能放手打击贪腐 大家想想看 十八大我党权力交接之前 内战一触即发 叛逃美国的 煽动军队的 利用政法委武警部队的力量 破坏政权顺利交接的 都涌现出来了 那个历史时刻 我党经受 为严峻考验 有人评论说 是我挽救了党 这样的评价并不过分吧 我们这次二十大权力交接 外界也是传闻很多 但我要告诉大家 我们是和平的权力交接 既不违宪也不违规 我们废除了所谓的七上八下 隔代指定的所谓规则 老人干政成为历史 共产党人当官要能上能下 不能形成文字的规则 都应该废除 在二十大之前 我听了各方面的意见与建议 泽民 锦涛 宋平等同志建议 让克强与汪洋组成班子干一届 让我当中共党主央名誉主席 这些都是老同志的建议 我当时是点头同意的 然后海外网络上一片习下 礼尚的声音 这很不好 我就与克强汪洋单独交换意见 他们非常坦率 认为无法担当使命 认为没有敢打敢冲的威权领袖 不足以担负大任 如果不上他们就得下 让他们像韩正一样 当国家副主席 或党的副总书记 他们还是坚决不同意 二十大过程中的常委会议 是闭门会议 常委与会人员之外 没有一个人知道 党和国家决策机密 连锦涛同志也不知情 这样就有了锦涛同志 在大会表决现场有些失态 第一幕 但大家看到 主席台上所有的同志都很震惊 因为大家都知道那情 后来啊 我让克强亲自去他家 给他做了解释 锦涛同志情绪就稳定了 克强汪洋都是好同志 他们与我有观念差异 但他们不斗不争 所以他们不会 像薄熙来 周永康那样的结局 克强前不久还去敦煌参观 精神状态很好 他提出申请外出参观 我就立即批了 为什么 也为他是个好同志 宋平 锦涛 克强 家宝等老同志 都能坚持自以观点 也能保留自以观点 不拉帮结派 不搞斗争 不给党中央添乱 这样就不会带来恶性的党内分裂 现在许多人怀念江湖时代 我看呢 他们是怀念共同腐败的日子吧 锦涛同志倡导不折腾 但人家偏偏要折腾你 把整个党国折腾得只剩下一堆烂尾楼 这就让我党我国走向失败 我就是牛脾气 就敢折腾老虎 还敢打老虎 我不也隐瞒自以的观点 就是宁愿不发展 也不要腐败 宁愿山清水秀 也不要低级的经济发展 经济不发展就发不出来工资 那先把以前的腐败消费出来 只要饿不死人 都不死人 我当政就胜过毛主席 我有这个自信 我们要走自以的路 让别人说三道四 也让别人学习借鉴 我们要为人类命运共同体 闯出一条中国道路 这是我们共同的神圣使命 同志们朋友们 干杯 乌满山